闲犯遇上远警盘查开车逃逸 远警从后方一路紧追 一路从花莲火车站附近 追到了吉安乡一处死相 没有想到闲犯眼见无路可逃 竟然开车倒退冲撞 猛烈一撞警车上安全气囊爆开 幸好远警没有受伤 立刻下车把闲犯拖下车制服 闲犯被压制双手反靠 一动都不敢动 甚至还吓得哭了出来 急方一查原来他是一名毒品通缉犯 看看这猛烈一撞 警车前方的疫情盖扭曲变形 车头几乎全毁 连保险杆都被撞断 而嫌犯驾驶的车辆后车向是整个变形 可以想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看警察处抓 那个不懂的路 都在西航 西航 他在西航看西航 都在警察 刑犯被带回警局之后 还是一脸神情恍惚 他虽然没有酒驾 但警方怀疑他有吸毒 现在也要对他抽血验尿 进一步调查 离清案情 记者刘起焦花脸报道